裁切的动作未曾停歇 慈激之工总动员赶工制作毛毯 远在土耳其 恶劣的天气加上强震的摧残 在区四处千疮百孔 温暖的厚毛毯将送往土耳其 为灾民抵挡寒冷的天气 土耳其正是寒冬 所以上人悲心嘛 他就觉得说给架厚的 六条厚毛毯装成一袋 接下来还要装箱 志工同心协力 为灾民付出 装带烘箱 尽量的话赶时间 我来帮忙 救急如救火 时间紧迫 就连一旁施工的工人都来协助 希望赶快把矮毯送过去 希望他们一切平安 土耳其大地震的发生 大家都看得很心痛 所以今天就很多志工菩萨们 他们就一起过来 我们这边也是提供25吨的毛毯 也就是8000多条 当地采购毛毯 预含的衣服 也是开始联系 我们本来就在用的物资卡 我们希望用最快 最简单的方法 能够送到灾民的手里 河丽江毛毯装入货柜 远送土耳其 永爱抚慰灾民 大约新闻菜篇警员集台北报道